发行人 中美美术馆选择在金山这边 不管从土地的取得 建物的规划跟新建 台北县政府都帮了很多的忙 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县县长苏贞昌先生 也跟我们说几句话 欢迎苏县长 朱大师 朱夫人 朱明美术馆的馆长 执行长 理院长 王花行人 陈炎法师 张千总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台北县的好山好水 让朱大师看得起 像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这个地方 今天有朱明美术馆 要让这么多的贵宾 国内外的媒体到台北县来 确实还不简单 而刚才李院长说 台北县有福气 让朱明美术馆设在这里 这一点从今天的场面 确实李院长所言不虚 刚刚 朱明先生 朱大师 特别说 他十二年来新建的过程 累极辛苦 中间不知道 有没有台北县任务改召叹 不管如何 我当县长才一年八个月 不应该全部算我的账 而这一年八个月来 对台北县 各种重要的各种设施建设 我请全力帮忙 包括我们著名美术馆 包括在座 生研发师所要设的大使 都已经突破 都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 而今天看到 朱大师 把他文明国际的作品 整个捐给 属于社会大众的基金会 所以我们更可以 放心的 从政府的法令上来说 这不是个人 这是两千两百万人 都有一份股份 刚才朱大师这么说 所以刚才他特别讲 碰到山多地的事情 是现在特别的敏感 因为有太多的人丢官 有太多的人抓去官 所以我以后 朱明美术馆 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 无论是开幕 无论是做建筑 无论是做规划 恐怕都涉及到 山多地的严格管理 这一点 我坐在那里 我就相当有觉悟 不过 我看 既然这是一个国际级的 是大家这么关心的地方 我想我们应该 特别的 来就怎么样子 来让这个地方 迎合大家的期望 让大家的梦想能够实现 而且能够尽快实现 不要还原12年 这中间 有任何需要突破的地方 我愿意全部来砍 那如果因此被起诉的时候 我一定要讲 这是中央研究院李院长 教我的 另外还有一个交换条件 如果我因此被装去官 在官在劳动的时候 朱大师要来教我 怎么做雕刻 人生有时候为了理想要站出来 过去 我们曾经这样 看到朱大师 我们更是感佩 为了一个国际级的美术馆 为了文化 为了艺术 其实要很多人当傻瓜 这恐慌 然后才会有很多人间理想的实现 才会有很多的突破 我愿意尽一份力 刚好在这个位置上 台北县实在是非常的荣幸 这里是金山 因为有著名美术馆 这真的是一个宝赛 欢迎大家到台北县来 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梦想越来越美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朱县长 好 希望现场给我们多支持 多帮忙 让我们大家也努力的 让你在继续一直不断的做现场 继续再给我们做六年半